哈喽大家好,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奔车阿瑞斯6×6房车 这款房车的长是10.9米,宽超过了2.5米,高是3.9米 此车共计19吨,看我你就知道它有多大了 800升的油箱让你不用担心它的油耗 我们的主门是进口的密码门锁 输入密码后,铝合金的武器踏步会自动弹开 接下来我们去它的内饰看看 上车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房车的卡座区域 这是一个L型的沙发,配有电动升降餐桌 升降桌的开关在卡座的下方 白天可以用餐,晚上可以休息,非常简单 在这边设计了一套影音系统 头顶还有一个车顶天窗 在我的另一面是两个真皮的太空座椅 操作非常简单,可以随意调节 是这台房车上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在房车的墙上还悬挂了一台对讲机,可以直接呼叫司机 另外此车配有60520的磷酸磷铁电池和850升的水箱 这边是房车的操控台,控制房车上的用水和用电 紧接着这边有一个咖啡机 据说这个咖啡机价值5万 上面是一些储物柜 房车上的储物柜基本都有独立的门锁 可以放置一些生活用品 此车基本采用太空铝制材料 这边是厨房区域 上面是一个排脱抽油烟机 这里是一个可以放置储具的储物柜 整个房车的储物空间特别多 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的洗手池 后面是一个进口的250升双看门冰箱 上面的话可以冷藏食物 下面可以冷冻 在我的左手边是这台房车的卫生间 这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在我身后是一个陶瓷全电锡马桶 下面有自动洗衣机 这边是一个洗漱池 还有一面镜子 上面是一些储物空间 在我的另一面是我们的淋浴区 墙上有不锈钢的淋浴喷头 还有40升的热水循环系统 地板也是独特定制 卫生间出来后我们往后看 这是一个带有独立门的卧室 进入到卧室 这里有一张非常大的双人床 这张床的长度是2米乘1米4 可以睡两个大人 这边还有很多的储物柜 旁边还有衣橱和鞋柜 整个卧室都是软包设计 头顶还有一个车顶天窗 接下来我们去它的驾驶室看看 哎妈终于上来了 我现在所在的是这台房车的主驾驶 主副驾驶都是期权调节座椅 前面后面共可以坐6个人 前面坐两个后面坐4个 这是一款分赤底牌房车 倒车影像机械空调 你见过这么大的钥匙吗 这里面的配置都很奔驰 最后不要忘了点赞转发哦